我們就是打工度假是台灣打工度假是沒有的要求 對所以你就是你等於是從台灣來這裡你並沒有怎麼學英文 然後大家就開始上班你根本沒有怎麼學英文 你沒有系統管理 對對對沒有完全沒有 從小你也不是台大的人 所以英文也不 沒錯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OKOK就WP對你整個的提升還是蠻大的 對我覺得他的重要性就是蠻重要的 這倒是真的 就靠他就靠大哥過了是吧 沒錯我真的覺得是靠他 這個在悉尼一個肉場是吧 沒有我在莫本莫本的東南區 哦 對 那你不是跟我以前一個台灣女孩子很像嗎 那不容易的嗎 你之前是考了很多次你在來找我的對吧 我之前先考了大概也是五次吧 五次還三次左右才才開始找老師讀書 因為你覺得搞不定了是吧 對那時候就是沒有一個方向 然後只知道這個東西用背的 然後就是一直背 可是背來背去也是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方向 就是背到後面就很吃很無力啊 而且而且你的基礎肯定是不太好的 對我那時候測過基礎是大概單次只有2600吧 就是日測完就只有2600真的很少 ok 因為你來的時候也不需要什麼英語成績嗎 我們來的時候是不用 我們就是打工度假是台灣打工度假是沒有這個要求 對 所以你就是你等於是從台灣來這裡你並沒有怎麼學英文 來到澳大利亞你就開始上班 你更加沒有怎麼學英文 沒有系統化學 對對對對沒有完全沒有 從小你也不是台大的人 所以英文也不 對吧 沒錯 因為應該只能只能算高中畢業吧 高中畢業 ok 沒錯 因為其實我就是不愛讀書的人 然後 啊 就是高中一畢業大學我讀了一年之後我就沒讀 之後就直接開始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到出國 你幾歲啊現在 現在29 今年要30 天啊 那等於快10年沒怎麼看英語了 算是吧 算差不多了 你要考個這個無語了是吧 沒錯 是還好就是還沒有到權望 還好一點點 對對對 你跟你跟老萬能交流嗎 簡單的可以 可是男的話不太行 我聽是大概能聽 可是可能他講一些比較難的單字 我就聽不太懂了 你你你之前不是考了幾次 不是你還記得聲音不識別就10分嗎 對對對對對 後來是我跟你講 是你太輕了什麼 是我跟你講的問題 對你跟我講太輕 然後後來 我把麥克風又調位置 因為我那時候位置放錯 我一直放在就是 嘴巴的上面在鼻子前面這邊 然後我是自己聽一直覺得 這個有聲音感覺是ok 可是好像就太輕 對有聲音是沒有用的 沒有聲音機器壞了 對 然後後來就放 所以這個就是聲音沒有識別 就這麼簡單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後來是改在嘴巴的正前方 然後就是我怕是會噴氣 都有氣音會把那個字打掉之後 我就靠左邊一點點 但是也是在嘴巴正前方 比較好 聲音比較明顯 你寫作的時候後來背的模板 就是套了什麼 我模板其實我自己打到後面都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辦法拿到滿分 其實我主要靠可能是小作文跟WFD 然後大作文就是有一點自己都沒有辦法 有百分之百信心把握了 ok你WFD都去背了什麼 我背了大概130把 因為那時候考試是命中率是196題 然後我只有背大概130左右 有中嗎 有中個一題 我通常都只有中到一題 其他兩題好像都是那種普通跟困難的 就是比較難一點點的 那你也寫了是吧 我就是能寫我就寫 盡量就是綁一些戒詞 我能寫上去我全部打上去 就是我會去試這個詞 但是你那個是對的 就是你最起碼三道題你中了一道 對對對沒錯 那中的那道你去全線隊了 中的那道就起了大概八成吧 有八成全隊 但可能會有一兩個單字 可能就會差一點點 你考了這麼多次 現在包括後來上課後 你最大感覺是什麼 如果這個學生只要36分的話 就技術特別不好 又特別忙 因為你還有一個問題是你很忙 因為我們回家之後 我可能吃個飯之後休息一下 我就看書 然後每天都看個大概五六個小時吧 這都只會看到11點才睡覺 11點或12點 哇真的不容易啊 就是因為我花最多時間 有點像是花在閱讀上面吧 就是一直在刷一直在刷 閱讀啊 閱讀不是很難嗎 可是我是覺得我還好有刷了 因為最後我的閱讀分成績出來是35 我覺得至少還好我有刷 我覺得啊 很難是很難就只能硬刷 這個答案一直刷一直刷 真的這樣子 你覺得像你這種基礎 剛開始考就PT 你最痛苦的是什麼 最痛苦的嗎 被WFD吧 一開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到口語那些 我自己倒是覺得還好 就是WFD 我讀一讀之後 會發現你的RA跟RS會好 會蠻好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OK就WFD對你整個的提升還是蠻大的 對我覺得他的重要性真的蠻重要的 這倒是真的 就靠他就靠叫大哥過了是吧 沒錯 我真的覺得是靠他 就是RA跟RS的東西給拉分數給往上拉 我覺得是這樣 是這樣子 不容易